日本南海海桥地震预警 旅游业也跟着受影响 不少饭店遇到退订潮 大陆央视在日本当地采访 发现退订潮主要集中在 可能遭大地震袭击的 日本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 其中在靖岗县伊豆半岛 有超过550名游客 取消了在夏田市的住宿预定 河戈山县一家饭店 也有350笔订单被取消 生意受影响的还有海水浴场 不少地方的海上烟花大会 也宣布延迟或取消 日本是大陆暑期出国游热门地 地震预警令大量路客行荒荒 决定取消行程或改签去南韩 东南亚等大陆东方航空 中国国航也发布了相关退改票 规定令旅客能够全而退票 外界对地震的恐慌持续 日本内阁负责表示 如果到当地时间15号下午5点 没有观测到大规模地震 就会解除预警 TVBS新闻范宇轩蔡一杰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遇到 咯 ros 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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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